你們一定要看這條影片 真的將三間食物的特色食物 一次過拍攝給你們看 Oh my God 好吃 超棒 巧克力奶沙冰 其實是比自助餐便宜的價錢 他做了一個你飽到吃不完的自助餐 你們去到日本 一去到羅臣 一人買兩塊 不用說太多 很好吃 他真的在三文字裡面夾了點煉奶糕 Doria 聽起來是一個好的女生名 還有 很多汁 大家好 歡迎收看以至大國際 Hello 難得過來日本 一定要拍一條 一晚便宣稱三大便利店 好瘋狂啊 我想說 這個就是戰果 大家 這裡 恨家的 這裡 漆仔的 這裡 羅生的 神經病 咚咚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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羅勒蔬菜 我覺得這個應該是最棒的 這個視光堅會有白胡子雞分享 它有很多種不同味道的沙冰 找兩隻試試 雖然這裏沒有寫 但我在東京已經見過 這個放進去才會先捏一捏 否則它做完就會一塊塊 這個就是比加超 比加超是菠蘿 因為它淋的奶是熱的 所以這張基本上已經溶掉了 下面的冰 我第一次喝菠蘿奶 一開始入口的完全是菠蘿味 然後反而是菠蘿吞完之後 奶還沒留在口裡 試了這個菩提法 很棒 我喜歡這隻 超棒 巧克力奶沙冰 我喜歡這隻 比加超這個喝一下喝一下 還會有啫喱在裡面 喔 巧克力奶沙冰 喝一下喝一下 就有果仁在裡面 我回來了 帶著食物回來 唉 首先試了全家 餐前不爆 我自己試了炒蛋版 現在試了再加多雞進去的強化版 已經聞到它的味道了 原來是豬扒加炒蛋包 不要以為舊肉會很硬 舊肉也是超軟 跟蛋差不多很軟 加上麵包 外面一點都不硬 都是軟到飛起 整個包都是軟熟 但當然熱吃應該會好吃一點 但冬食也好吃 羅勒蔬菜 裡面就是這個樣子 一聞起來已經是很大滑 羅勒蔬的味道 接著切到很小的碎西蘭花 這裡還有這個 這是什麼 嗯 它是吃下去很大塊的通芯粉皮 那些 通芯粉皮 通芯粉那種材料的皮 很爽口 汁凍蝦來說很爽口 沒什麼蝦味 主要都是羅勒醬味 嗯 喔 原來有薯蓉在裡面 羅勒醬味超出 很好吃 然後 這一種 麥瓜包 其實我不知道是麥瓜包 還是香港會看到忌廉筆 嗯 我是麥瓜熊來的 所以就馬上買了這一隻 其實真的很對不起 我去一次日本 是拍了兩至三條餓死大家的影片 但是 我覺得記錄下吃什麼都很好 啊 未咬開就已經聞到一大股麥瓜味 裡面的餡是超足的 麥瓜味 是甜到爽口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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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麥瓜味的熱香餅 總共有四塊在裡面 嘩 有餡啊 兩塊蛋挖吃的 不是四塊是兩塊 然後 裡面是爆餡啊 OMG 它這個又不同 剛剛那個忌廉筆 因為它的質感 真的比較像熱香餅 那當然它是普通溫度香餅 它又不是冷香餅 裡面的餡也不是黃色 是蜜瓜綠色 兩種不同的質感 都超好吃 如果你想要大滿足一點的話 建議這個蜜瓜 然後 白生 它是香蕉加霜 卡路里 一個就是327 但我不知道什麼是卡路里 登登 開就是這樣的 嗯 被香蕉口爆料 我不知道大家喜不喜歡 因為我有很多朋友 都不喜歡吃香蕉蒸的味 但是我 是超喜歡這個化學香蕉味 所以我是極度喜歡這個包 神經病 為什麼香港不可以有這些 真的很難做 這隻包 它就比起剛才炒蛋豬扒包 它外面就硬一點 但是也是硬一點 整體也是軟的 其實可以當甜品吃 跟著就趁熱吃這個 蛋包飯 剛剛叮熱了 我不是啦 它的汁是超級夠 浸到上來 那隻蛋也炒得很漂亮很漂亮 很久沒見過 是膠筋的 大家 嘗試一下 是這樣的 茄汁味是滲濃 看看這是什麼汁 我初以為它會是咖喱 但不是 那隻蛋就跟新鮮蛋有一點距離 蛋味就說真的不夠了 但是 你熱吃的話 那些茄汁飯就很高分 但是你說會不會很推薦呢 這個我又沒去到很推薦 兩條明太子 就這樣拍是不是很蠢 有沒有人就這樣純拍明太子 我不知道 其實我出去見人了 兩位 我的手臂先不小心 到一點點 嘩 已經搓了一下 已經感覺到有點辣 生拍明太子 明太子味很夠 這個世界應該沒有人會這樣生吃 嗯 很軟辣 上面那些紅色一點點的 辣椒粉來的 但又很過癮 拿來拌飯了 拿來拌飯 拿來拌飯 很好吃 甜品 就是這個 布甸梳菇尼 就是這樣 我好像一定要先吃梳菇尼 因為牙圓了布甸 就筆筆它 吉士粉味 中間還有多一層胡椒 然後才做到布甸 嗯 這個布甸是很棒的 加上焦糖 來喝梳菇尼 哇 馬上變得很棒 哇 梳菇尼加布甸 加焦糖 一起放入口 很高分 這個我大推薦 做什麼 哇 有這麼多 芝麻筋 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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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冷拉麵 哇 羅勒蔬菜 就是人氣相反 外形上 這個最吸引 這個就是Smovie 我個人最喜歡這個 士多啤梨加香蕉味 甜到剛好 也很好喝 這個Bluwberry味 我試過就有少許酸 然後 是沒試過這個芒果 五青系列的Smovie 這個 這個 保障食量那麼難喝 但他自己喝了兩杯 這個好像也超棒 它又是沙律醬 再加通心粉 那就冷吃 繼續是蟋粉菜 這個就是蟋粉的羅勒沙律 它也是椰菜花 有些豆 這次就不是蝦了 它是Optopus 開了之後 其實跟剛才全家的差不多 不知道味道上有沒有分別 那就可以比拼一下 C7的西蘭花 是大棵一點 大家的羅勒蔬的味道 其實差不多 C7就是薯仔 不是薯肉 全家的就是薯肉 當然還有八爪魚和蝦 八爪魚OK 蛋牙 再試豆 豆沒有什麼好說 不是我加到羅勒醬 C7這個西蘭花 因為它比較大 所以它吸收的醬汁 它吸收再多一點 但是比較硬 就是那條款的部分 比起剛才全家的那個 看看大家喜歡哪一類 那你問我的話 我反而是挺推薦 全家的羅勒沙律 西蘭花 但是這個 自己 私心地想試這個 它就是通心粉 還有雞蛋 雞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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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一碗已經是中了我最喜歡吃的東西 嗯 一定要混在雞蛋吃 不然就不夠鹹 還有少許蘿蔔仔 這個真的像是吃一碗沙律 如果你問我的 我也是喜歡剛才的 沙律花 但是這個也很好吃 如果你本身喜歡吃通心粉和雞蛋 這個不會令你失望 趁熱吃 這個就是在Seven買回來的大阪限定 大阪燒 大阪燒 好熱啊 很適合 是這樣的 哇 沙律醬 立即咬一口 醬就很重要 其實這一塊東西 味道是沒有什麼 整件東西很軟 主要都是靠燒汁和沙律醬 它才好吃 嗯 裡面沒有味 裡面 有豬肉 如果你真的去大阪 或者你真的去日本的話 我覺得你隨便買一個大阪燒 都不需要在Seven買這個 大阪限定味道的大阪燒 你總是吃到有菜 但是很軟 很軟 下一塊 蛋包飯扮團版 它的樣子都太棒了 想試給大家看 方便開 超方便 嗯 裡面不只是茄子餅 還真的有茄汁 沒有的 這個純粹是出來給一些 很喜歡吃蛋包飯的人吃的 我不覺得很特別 這個是一個可以逛街吃的蛋包飯 推薦度沒有很高 來 冷麵 冷拉麵 很想試一下它能不能能 湯還湯 麵還麵 鬆還鬆 裡面都是半熟蛋叉燒 一些蔥花 還有一條筍 你當一個熱的拉麵是怎樣 它就是怎樣放一些東西 但是它是冷的 正常人說吃拉麵要怎樣 第一件事是 喝一口它的湯 沒有吃熱拉麵那樣那麼冷 試一下筍 即食筍的味道 不難吃的 很順口 很爽口 不算很蠢 我講話幹什麼 不算很重筍的味道 這句很難讀 你接著讀一次 不算很重筍的味道 你試一下接著讀一次 不算很重筍的味道 是不是有困難 不算很重筍的味道 不如現在試一下麵 浸一會 這些冷麵去算 因為它已經不是熱血湯麵 本身已經很難入味 冷麵來算是要看麵 掛不掛汁 它又吸收那些汁吸收得很好 這條麵也吸收了很多湯汁 所以是好吃的 接著來就吃它的叉燒 嗯 嗯 忘了給你們看 它的叉燒 它的叉燒 一點都不韌 你聽到那個韌韌聲 Oh my God 好吃 知道嗎 知道嗎 會有一點點吃瘦肉的感覺 但是 再以一份急凍叉燒來講 它真的算是這樣 韌心蛋 不錯 跟Sever的韌聲 韌心蛋 多吃一口 想吃冷麵的人 我最推薦 接著繼續 這就是我一進到那家Sever裡面 忍不住一見到就覺得很特別的三文治 它應該都是半甜品 它叫做夏洛特三文治 你不會找到夏洛特三文治 你怎麼做呢 那不如直接吃吧 好嗎 好爆喔 開到出來 像是一個 蛋糕 它其實是一個普通的蛋糕 外面是少許焦糖皮 在裡面夾著一重麵 就是這麼簡單 吃下去沒有什麼特別 樣子是很特別的 純粹很利 所以不太推薦這個 但是說到三文治 這個賣味在羅山那裡 就看到一個超有趣的三文治 然後一看就看到這個三文治 包牛奶 重煉魚 煉魚 煉魚重人文 應該都是三文治 一看就已經看到這個 它是Double Men and Drink 應該是蜜瓜加蝦蜜瓜吧 哇 賣 這個網裡 它寫著有蝦飯 應該是Dolly 那些朋友 這個 總之叫 N 濃厚 濃厚 海魯 梦台 重煉魚 是煉魚重 對不起 用北海道的牛奶做 那就是 牛奶三文治 哇 你整隻手 我不知道你在街上怎麼吃 你整隻手都是牛奶 白色的東西 夾著很多白色的東西 哇 聞到牛奶味 不是 為什麼 聞到牛奶味 很難重 它真的在三文治裡面夾著煉奶糕 在這裡 好甜 忍不住要看它的卡路里 哇 絕啊 卡路里剛剛被我撕爛了 你們怎樣都看不到它是 多少50卡路里 就是它的百位數到底是什麼 一定是百位數的了 但是到底是幾到50卡路里 就看不出來 好飽啊 好好味 神級好味 神級好味 一定要買 去羅生一定要買這個 甜 甜到混蛋 好好味 你們去到日本 一去到羅生 一人買兩塊 不用說太多 好好味 除非你有魚糖焦來吃 魚糖不來吃 有魚糖不來吃 它裡面就是用煉奶做成的奶糕 超好吃 超好吃 不會多了 沒有啊 沒有多了 但是真的在裡面爆的 口感是很好的 它會寫 是手鏈出來的 你信不信 說開手鏈壽司 我不知道這條片會先出 還是我日本的食物FLOG會先出 我終於現場地看著壽司師傅的壽司 快到全 一塊 一塊 你不知它捏到什麼 但是夠了 就變了出來 我又拍第一次給你看 Maging 這個就是在羅生買的Doria 哇 甜品的味道 超香 真是頂不住 一口匹下去 連著吃 看起來比較乾 吃下去 不知道是不是 吃下去很汁 Doria 聽起來是一個好的女生名 還有 牛多汁 對不起 但是真的很好吃 癡淋線公司 你就等於 感覺和你 拌了熱的葡萄羅的飯吃 一樣 想不到可以這麼爽 Doria就是源自日本的焗飯 在飯的表面 就會鋪滿白汁和芝士 去焗 就形成了這個 焗麵 你明白嗎 焗飯 焗麵 焗麵 是另一個焗麵 真頂不住 要再咬一口 很好味 師兄 我十分推薦 十分我十分推薦 沒有夠的 Anyway 你記得定義吃 一定要定義吃 否則就千功盡快 是不是 好吃 很糟糕 如果跟薩里亞那種對比 它這個就少一點芝士味 就多一點白汁味 但是它比薩里亞那種更燙 而且它的飯是軟的 我自己覺得比薩里亞還好吃 它煮完拿出來給你吃 最後最後 拿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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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這個 喝東西 看到這個很特別的 它寫著這個 Double 麥瓜加蝦麥瓜 看圖就是蜜瓜加蝦麥瓜 這句都有點難度 大家跟著讀一下 大家好 又見到教飲館 我不客氣了 喂 無機閃沒電 喝完這句 跟大家說拜拜 嗯嗯 嘩 裡面有一種我不喜歡的麥瓜味 我覺得多了 有麥瓜肉 這個是重點 應該是蝦麥瓜味 我喜歡純麥瓜 你們可以試試 但是我不推薦 總結一下 剛剛在三間便利店買了東西回來 大概每一間用了2000多日圓 加起來頂盡都不會過到9000日圓 10,000日圓等於港幣488 而其實是便宜過自助餐的價錢 做了一個飽到吃不完的自助餐 我強烈建議 如果你好像我這樣 成班朋友去旅行 不妨一起去三大便利店裡 簡直你最喜歡的食物 一起去齊個自助餐出來 大家一起吃 是只需要一個人吃自助餐的價錢 就可以令到 起碼有三四個人都吃到自助餐 我覺得你找回慢這樣玩 挺好玩 好 今次這條片就到這裡 其實我開始迷上了去旅行拍這些片 我覺得挺好玩 如果有旅行社剛好看到我這條片 可以找我 我想去台灣 也好 去韓國更加好 又可以再追星 去越南也好像不錯 可以考慮一下找我 希望這條片可以幫到打算去日本的你們 如果喜歡看我這條片 記得訂閱我 我接下來也會製作更加多的影片 如果想支持我繼續拍片 就可以加入會員 當每個月請我吃半頓飯 我現在趕吃飯也開始有點頂為 我們下條片再見 記得訂閱我 拜拜 找發二等 謝謝 我不客氣 謝謝 謝謝 好棒